HELLO 大家好 我是Kai 從今天開始和大家分享油諾系列 首先我們今天講的第一顆鏡頭是 35毫米光圈式F2的這顆鏡頭 那麼這一顆鏡頭是我人生中的第二顆鏡頭 會買這一顆呢 和這個什麼商業單什麼沒有關係 主要就是我想要拍攝一個大光圈 人像 然後那時候的經費有限 然後我那時候拿的是一個 77D的這個APS-C的單眼相機 在經過網路上面大量的搜索 我人生中第二顆鏡頭 究竟你該買哪一顆鏡頭的時候 絕大部分人都推薦50毫米這顆鏡頭 50毫米這顆鏡頭呢 比較接近於人單眼的一個視角 所以比較好拿來做發揮 但是我拿的是APS-C耶 所以我想要獲得一個50毫米的視角 那我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35毫米 確定了我想要買35毫米這顆鏡頭 然後就再度網路上面大量的搜索 結果沒有一顆是我買得起的 只有這顆永諾 那永諾是什麼牌子 我當時聽都沒聽過 當時永諾還算是一個比較小壯的品牌 那麼關於這顆鏡頭的資訊啊測評的這些量 都還不是很多 所以我也是半信半疑的買回來 然後去試拍 那麼因為這是一顆副廠鏡頭啊 然後77D就是單反 所以單反很容易會出現一個問題 那就是移焦的問題 觀景窗上面看起來已經是合焦了 但是傳到CMOS這個距離有誤差 所以就會產生移焦畫面模糊的這種情況 當時我還不知道 然後買回來拍 然後發現怎麼老是對不上焦 焦點總是會出現一點偏移 所以我只好把光圈縮小 然後把這個景深的這個範圍把它拉大 如此一代三輪拍 後來我發現了 是移焦的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直接用Live View拍 然後拍出來效果就會非常好 然後我就非常滿意 那麼這個畫質在職業攝影師眼中 確實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紙邊也是偏嚴重 但是通過後鞋這些調整 光圈再收一下 那麼這個還算是能用 然後我也是拿來作為日常的拍攝也沒有問題 光圈是F2 然後在暗光盤上 在光秒線上面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可能職業攝影師還是覺得 沒有F1.2在夜晚上面 基本上就稱為不能用 但是我現在有這個Speed Booster 這個加速劑 中文應該是減焦環 那麼光圈進一步的提升之後呢 這夜景上面就非常的能用 再加上它這個焦段再乘上去 50毫米左右 再加上這個大光圈拍出來景深 就非常漂亮 那麼首先來說出這個鏡頭的優點 那麼它的優點就是 非常的便宜 沒錯 非常便宜是它唯一的優點 對於剛開始學攝影的我們來說 它非常容易去入手 然後它的焦段是35毫米的 所以裝在APS-C上面的相機的時候 它等效50毫米 這個焦段也是比較適合 我們去做練習使用的 再來就是它有F2的大光圈 所以就算是新手也可以利用這個景深 來營造一些比較專業的感覺 那麼有了這個比較專業的感覺之後呢 去接商業單也就會顯得比較自信 那麼這個暗主看到你的作品的時候 也會比較相信你 想要拍出這樣的效果 你可能會說原廠還有一個50毫米F1.8 也能夠拍出類似的效果 也可以擁有這樣的感覺 那麼價格也是相當便宜 那為什麼不選那一顆呢 那麼因為它是50毫米的鏡頭 所以我們留到下一次來講 那麼今天專注於在35毫米 因為35毫米不論你是搭配APS-C的這個機身 來等效50毫米 還是你直接用全畫幅的機身 來當作35毫米的鏡頭作為使用 這兩個焦段都相比起50毫米 要來的更加適合一點 而且50毫米的這種範圍 或者說35毫米的範圍 除了你可以運用湊近 靠近這個背色的物體 然後來達到更淺的景深 來達到更近的特寫 它也是最近對照距離也是25公分 那也是非常非常近 那用來拍攝一些小商品 或者是拍攝一些人像 也都非常適合 我在買微距鏡頭之前呢 一直都是用這顆鏡頭來進行商品的特寫拍攝 那麼拍出來效果也是非常好 那麼除了可以拍攝上述那些題材之外 你還可以拍攝一點小小的風景 小小的街景 畢竟35毫米並不會太長 所以拿來拍攝街景也是非常適合的 帶點景物的這個照片 也可以增加你這個照片的豐富度 OK 那麼優點差不多就講到這邊 如果有需要的話 大家就可以直接去下單了 但是因為最近鏡頭的這個 這個晶片短缺的問題 因為疫情的關係晶片短缺 所以鏡頭可能也會出現斷貨的情況 那麼可能再等等 有些人說這個鏡頭可能已經停產了等等 但是我想在疫情過去之後呢 應該就會回復這個供應出貨的這種情況了 再來我們要開始講缺點了 缺點就是它的鍍膜 它鍍膜並沒有什麼特殊的鍍膜 所以就幾片玻璃這樣子弄在一起 貼在一起 所以它可能在通光度 或者是在色散的抑制是比較有限的 就會很容易出現這個紙邊啊 或者是說邊緣的銳度特別軟的這種情況 但是呢 收點光圈 我想還能夠應付 再來就是它的手感 非常糟 那麼 這是一顆定焦鏡頭 所以它本身已經沒有什麼手感可以去體驗了 環也就只有一個對焦環 沒錯 它對焦環相當的差 我不太確定是因為我的問題 還是每顆鏡頭就是這樣 就是它在對焦的時候 如果你是用手動對焦 在對焦的時候呢 很容易會出現一段一段 然後非常不流暢的這種對焦 而且它的鏡組非常的鬆 所以在對焦的時候很容易會晃到這個鏡頭 那麼這個畫面 導致畫面就完全不可用了 我曾經很小心的去對焦 希望可以有一個轉移焦點的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所以 在對焦的時候轉得非常非常小心 但是 稍微用力一下 它鏡頭會晃 然後 不那麼用力呢 又轉不動 轉 它轉著轉著 會有一個卡住的感覺 然後再稍微用力一下 然後又轉太快 就會 就很不爽 然後我不太確定 是不是因為我這個問題 因為 這個鏡頭 我老實講 我是摔過 所以不確定是這顆鏡頭壞了 還是每顆鏡頭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 我用起來就是 沒這麼好用 但如果你是用自動對焦的話 那就沒什麼問題 但是 我在使用上 用Canon EOS系列 它的這個相機 雙和相數對焦 我不太確定是因為附廠鏡頭問題 也還是我使用方式不對 反正我在拍攝像這樣子的類型的節目 我 基本上沒有怎麼移動 就坐在這邊 然後焦點是非常固定的 但是 拍5到10分鐘 它就會 拉縫槍一次 就會 轉到無限遠 再拉回來 這樣子 拍5到10分鐘就會一次 而且 我也沒有怎麼動 所以我也不確定是機身問題 還是鏡頭的問題 反正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如果你是拿來拍照呢 就沒有這些問題啦 就是 我所說的這些問題 都只有在 拍攝影片的時候會遇到 那拍攝照片呢 可能是單反的這個用戶 會比較 有問題 那就是因為 單反會有移焦的問題 這附廠鏡頭移焦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 可能用Live View去解決 會 就可以解決了 或者是 你就用無反 那也就可以解決了 那麼這顆鏡頭 體積非常小 價格非常便宜 對於一個攝影新手來說 你買第二顆鏡頭 那應該是非常好的選擇了 那麼今天 永諾35F2的使用體驗 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 講85mm F1.8 那麼 喜歡的話 就訂閱按讚 那麼 我們下一集 再見